老杨到处说 我们发个通知 按照事先的约定 这个星期六也就是五月一号 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 北京时间 我们再做一次直播互动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我们不见不散 好言归正传来谈谈印度的疫情 印度的疫情 出人一表发现了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攀升 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美国 所以有人说 印度正在经历一场社会超级的大倒退 这是一个叫吴教授来了 在四月二十五号 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的 我们介绍他这个观点 他归纳整理的非常的灵念 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倒退 难而印度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疫情 印度疫情超级反弹 大家都知道了 最近也非常很多照片 熊熊的这种焚烧尸体的火焰 哎呀真是惨不忍睹 最近半个月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从十万十多万 一路飙升到三十五万 这就成为呢 全球新的新冠肺炎疫情的风暴中心 过去一年西欧美国南美西亚 都成为疫情的风暴中心 印度现在不叫风暴中心 叫超级风暴中心 印度的疫情形势的影响 跟过去这些不一样 因为印度的疫情 吴教授说 有可能引发新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的危机 第一 印度疫情必将超过美国 超级风暴中心是有理由的 第一 全世界这样确诊人数最多有十个国家 一次是美国 印度 巴西 法国 俄罗斯 土耳其 英国 意大利 西班牙 德国 印度单日新增病例的总量大于 美国 巴西 法国 俄罗斯 土耳其 英国 意大利 西班牙和德国 印度是以17.9%的全球人口占比 也就是13.6亿除以76亿 产生了超过30%的日平均新增的确诊 很可怕 第二 到25号 印度单日新增确诊的病例 连续12天超过20万 也就过去一个星期 印度新增超过200万的确诊病例 这是什么概念呢 也就是过去一个礼拜的 印度的新增病例 占了印度全国总确诊病例的12% 第三 印度持续刷新的本国单日最高新增记录 全球单日单个国家新增病例最高的记录 现在全世界累计确诊第一的是美国 大概是3300万例 第二大是印度 1700万例 美国最多的时候也是30万左右 前期经过震弹也是30万例以后就急速的下降 但印度新增的确诊是30万以上 还在指数性上升 上升了什么不知道 是60万90万不清楚 反正印度现在很可怕 4月4号 新德利会让香港有一架印度航班 53个确诊病例 这架飞机是188个人 也就是确诊率超过28% 我就讲了香港啊 政府啊别整天都忙着落实你的国安法 赶紧把门关起来吧 印8亿的人在香港是不少的 而且很多新来的确诊病例都是香港 印8亿这个地方出来的 所以要做很多研赌才行 一架飞机188个人 有53个人是确诊病例 所以印度累计确诊的病例超过美国毫无悬念 第二点呢 疫情的反弹击溃了印度的医疗系统 无数的国家的医疗体系都被击溃 包括美国 意大利 法国等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巴西这些新兴国家也是 但是这个国家抵制后 经过第一波的巨浪以后 国家机器强烈动员 随后的反弹 医疗体系勉强还算是扛住了 但印度完全不一样 它的医疗体系在这种彻底被击溃 击穿击毁 4月18号 新德里新增的确诊病例超过了2.5万人 病毒检验阳性率飙升了29.74% 比非香港那个航班还要高 也就是新德里这个城市 平均每三个人就有一个人 携带新冠病毒 2000万人口的大都市 三分之一的阳性率 就是700万 有媒体说 现在新德里是每四分钟 有一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医疗体系不烹溃是不可能的 不仅是新德里 印度的29个邦 至少有11个邦向国家通报 床位医用的氧气 用于治疗新冠的关键药物短缺 寻求马上帮助 莫迪要求增加氧气生产的供应 等等 那就是印度单日 新增死亡病例连续一个星期超过1000例 也就到了今年6月 印度每天的死亡人数超过2300人 由于超负荷的运作 印度苏拉特 有一家火葬场的金属零件都烤化了 麦亚麦德巴德 有一家火葬场的烟囱 它垮了 后来呢 自己找公园 找运动场 自己搭木头 自己焚烧 这个照片很多 新德里电视台说 现在是1984年 博普尔毒气泄漏事件以来最严重的时期 大家知道 印度的博普尔毒气的泄漏事件 直接或间接导致印度有60万人死亡 第三 为什么是印度 印度为什么成为最薄烈环节 超级的风暴中心呢 第一 印度是超级人口大国 相当部分地区的卫生条件很差 印度人口有13多亿 马上超过中国成为人口第一大国 这关于中国人口第七次叨查 到现在不公布 什么原因不知道 印度的人口是超级的密集 每平方公里454个人 日本是每平方公里呢 347人 那香港的密集度也很高 疫情的大传播提供了基础条件 那印度的平民库的防疫更加的薄弱 在印度最大的平民库 孟买的塔拉维 两平方公里的地方住了100万人 卫生条件极差 根本就不可能进行常态化的防疫消毒 平民库的血清阳性率是41.6% 不是平民库的血清阳性率是28.5% 那多严重的情况 第二 印度的医疗资源严重短缺 分配不足 印度没有全国医院病床数的总体 统计数字 国外估计大概是175万9580床 也就每一千个人 有1.31张病床 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 现在印度没有治愈的病例 300万例 两个人分一张病床 很多媒体说 现在印度是两个病人共用的病床 跟数字是相同的 但是印度的失利的医疗体系 有全国55%的病床数 90%的医生 80%的呼吸机 现在印度的失利的医疗体系 已经被全部调动起来了 如果参与到这次的抗疫大战 还是坚持以盈利为目的的话 就说明 如果失利的印度医疗体系 没有全身心的投入 印度的情况会这么糟糕 第五 印度的居民不配合 严重制约了抗疫的效果 整个全世界来看 疫情爆发以后 筷子文化圈 奴家文化圈的中日韩月 是全球抗疫最成功的 拿刀叉 拿揍握都不行 欧美国家散满惯了 戴口罩都不行 要抗疫 现在已经明白了 配合了 文明程度比较高 印度完全不一样 4月11号 印度的切诊病例 已经突破了15万 但是4月12号 还有一百多万的 印度教的朝圣者 参加大胡捷 争相恐后跳入 恒河洗浴 居然有20个 切诊的患者 逃出医院 去参加 恒河洗浴 这个大胡捷庆典 已经超级传播事件 印度的政府 毫无能力控制这个问题 碰上这样的老百姓 任何一个国家 什么党执政都头疼 好了 到了疫情这么严重 印度的农民的抗疫活动 持续了几个月 依然士气高涨 德里的边界 还有4万多名抗疫者集结 第四 印度政府的浩大喜功 和治理能力的低下 在过去一年 如果印度政府 用好了时间空窗口 储备医疗物资 做好监控防测 印度的医疗体系 不至于如此 这般不堪一击 疫情也不会反弹 到今天这个地步 3月7号 印度的卫生部长公开说 印度的疫情形势非常好 整个国内的疫情 进入卫生 但是那个时候 印度的疫情每天2万多个 啪 一讲完就来了 4月16号 印度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 啪 20万 莫迪 还在为自己的印度人民党 进行选举造势 公开要求大家不戴口罩 我一看到人山人海 我从未看到这么大规模的机会 这都是传播的机会 人口基数大 医疗条件差 居民不服管 政府能力差 全世界无数的国家都具备 这四大因素的一个两个 但能够把四个因素都聚齐了 只有印度了 巴基斯坦不知道怎么样 好了 印度不是生产了很多的疫苗吗 那疫苗会短缺呢 印度的确是 全世界第一大疫苗的生产国 印度的血清研究所 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产商 在过去的三个季度 莫迪在人民联合国大会上 对一百多个国家地区的代表说 在病毒全球大流行的艰难背景下 印度的疫苗将帮助全人类战胜危机 那么今年一月混 印度开始出口 印度生产的新冠疫苗 还没有卖多少 印度的政治家开始宣扬 他们的疫苗外交 莫迪被人家称之为 印度的疫苗大师 才三个月噼里啪啦的打脸 如今的这个疫苗 世界疫苗工厂 别说要去帮助全人类 自己国家也闹起了疫苗荒 所以印度的这个血清研究所宣布 由于资金溃滑 不能够扩大产能 因为疫苗短切 印度已经被迫关闭了几百个疫苗接种点 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共广播电台报道 印度已经有至少六个帮报告 疫苗短切 印度政府也缺钱 缺钱也不敢乱印 但是疫苗这不是因为缺钱 印度号称的全球最大疫苗生产国 实际上更像疫苗组装工厂 因为上游的原材料 严重的依赖国外的供应 这个国外最大的供应是美国 美国为了保证国内的疫苗供应 援引 国防生产法 对上游疫苗原材料限制出口 导致了印度疫苗生产被不停摆 也就是说美国卡住了印度的脖子 印度现在还遇到一个全所未有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全世界的人都害怕的 印度已经变成了变异病毒的聚集地 不再是南非 今年二月份 印度的卫生部官员就说了 在印度各地发现了多达240种 新冠病毒毒株的新型变种 这种变种可能具有很高的传染性 甚至某些毒株具有免疫逃避之机制 最近新德里这个疫情快速蔓延 跟这种变异病毒传播有关 现在在印度里面 在德里在西孟加拉邦 马哈拉斯特拉邦 还有恰蒂斯加尔邦 出现了三重变异的新冠病毒 这种三重变异 会让病毒更容易绕过人体的免疫 乌漏偏逢连续 这是今天的印度 第五 疫情导致了印度经济社会大抬退 当然我们祝福印度人民迟早 要过上幸福安定的生活 没有病情的问题 可是这个疫情对印度的经济社会的摧残 有人说要花25年才能恢复 现在从现在的数据看 印度的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一场疫情 跟当年中国十年的浩劫一样 崩溃边缘 制造业压力重重 纺织品产量下降40%以上 在印度经济总量的马哈拉斯特拉邦 已经成了疫情最严重的邦 印度经济总量15%这个邦提供了 切诊病例占印度的四分之一 当地的工业电子商务 15天的严格限制 所有的工厂所行业停工 所以大量的外资企业被波重新的停工 失业力反复赞成 销售零售业下跌40% 也就是印度的零售业 每天损失多少 260亿人民币 3000亿的卢比 印度居民对未来一年的经济状况 就业情况 家庭收入 物价水平不乐观 而印度最妖命是 中产阶级超大规模的返贫 印度本来在流行之前 有9900万的中产阶级 一年以后剩下6600万 减少三分之一 印度的穷人翻了一番 达到了1.34亿 1.34亿比日本全国人口还多 占全球贫困人口增量了60% 占全国人口10% 十分之一 他们国家也做不到脱贫 绝对贫困 而印度现在的货币金融体系 危机重重 印度存在的严重的国际收支不平衡 今年3月 印度贸易利差达到了141.2亿美元 关键它面临的严重债务 跟中国不一样 它欠的是外债 所以经济学人说 受到疫情和产业结构等影响 印度经济处于25年来最危险的经济 第六 如此这般 怎么可能存在龙象之争呢 龙象之争 四个金砖国 印度算一个 龙象之争 在上个世纪争夺的是世界化 第三世界化语权和边境控制 现在是印度经济想要超越中国经济 印度制造想要取代中国制造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而这次呢 来看这个超级反弹 印度的制造业四大利空 第一 政府的治理能力赢落 外资信心受挫 第二 第五大工业国连氧气供应的困难重重 移动制氧设备需要德国进口 它的制造产业链很薄弱 第三 恶化了政府的财政 严重拖累了印度的基础设施完善 拉低制造业的竞争力 第四 社会可能进一步动荡 对内打击产业发展 对外打击国际产业转路 印度呢 有可能把全球第五大经济体的位置 让给了英国 这样的形式 印度怎么可能马上的缓回 它能做到的话 也就是能做到群体免疫 也就是说印度制造 实际上也就梦翠 中印龙巷之争 也就没有它的基础 这就是今天的印度 这中印边界 可能今年要稍微消停一下 如果他还立定之魂 戴着口罩打着吃的疫苗 打着疫苗来跟中国军队干 那肯定更加的不堪一击了 所以还是祝福印度人民 赶紧赶紧早日早日 恢复常态 南争这里呼吁一下香港特区政府 赶紧把印巴异的人好好管一管 这是对大家好 不是种族歧视的问题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 好 感谢观看